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史春毅老师。 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登上了贯阙楼, 眺望了白日衣衫近黄河入海流的美景, 驻足在庐山瀑布前,欣赏了日照香炉生子烟, 遥看瀑布挂钱穿的雄奇景观, 登上了黄山,观赏了险峰骑石, 跨越海峡领略了日夜潭迷人的风光, 走进了葡萄沟,看到了美景, 感受到了维吾尔族老乡的热情。 今天,我们将进行闯关迎风景区门票的学习活动, 完成了学习任务,你才能得到景区门票呢。 做好准备了吗?让我们开启这节课的学习之旅。 这是本单元要求认的字,请你读准这些生字。 这些字是前笔音,跟着老师一起读, 进,闻,先,敞,淡。 这些字是后笔音,跟着学习小伙伴一起读, 层,明,景,省,形,状,圣,圣,央,童,敬。 这五个生字特别容易读错, 我们听听学习小伙伴用什么方法读准的? 我们可以借助生活中的词汇,帮助正音, 瀑布,游旗,月份,定扣子。 读准了这些字音, 贯却楼的门票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下面我们读准这些多音字, 你将得到庐山风景区的门票。 请你选择红色字的正确读音, 并在正确读音下面画对沟。 对对答案,你选对了吗? 读准了多音字, 你就赢得了庐山风景区的门票了。 这些生字你是用什么方法实际的呢? 请你和学习小伙伴一起去梳理本单元的实字方法。 有的同学借助行生字,实际生字。 依,位,谈,知,定。 这五个生字都是行生字。 左边表意,右边表音, 比如位子。 左边的口字旁表示位子与嘴有关, 右边的位子提示位的发音。 一位学习小伙伴要分享他的实字方法了。 我是用加一加, 减一减和换一换的方法进行实字的。 三点水加壶就是湖水的壶。 优秀的幽, 减单人旁就是油漆的油。 沙字的沙和炒架的炒, 把偏旁换成角丝旁, 就是青沙的沙。 是啊, 借助行生字实字和利用熟字加一加, 减一减, 换一换的方法都是实字的好方法。 你掌握了这两种实字方法, 黄山风景区的门票就属于你了。 你还用什么方法实际生字的呢? 让我们继续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吧。 我是借助生活实字的。 去年, 爸爸妈妈带着我去龙潭湖公园逛庙会, 我就认识了潭字。 上个周末, 我们全家去谢岛游玩, 我又认识了岛字。 还有一位学习小伙伴要分享呢? 每天早上, 我都去学校的童心路苑看小路, 我就学会了童字。 每周五, 我们都会去红领巾征章超市去兑换奖品, 我就记住了式字。 借助生活实字, 能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字呢。 请你和身边的小伙伴或家长说一说, 你在生活中实际了哪些字? 你掌握了借助生活实字的方法, 奖励你一张日月潭风景区的门票。 我们继继续交流实字方法。 有的同学用主词的实字方法, 实际了欲、客这两个字。 欲主词,欲望、食欲, 客主词,客人、客厅。 运用主词的方法就记住了欲、客两个生字了。 还有一位学习小伙伴要发言。 我发现趋和句字字形相近, 我也用主词的方法区分。 趋主词为区分景区, 句主词为巨大巨人。 你看,借助主词的方法, 不仅能帮助我们实际生字, 还能帮助我们辨析行进字, 真是识字的好方法。 你掌握了主词识字的方法, 你又赢得了葡萄沟的门票了。 同学们,我们顺利闯过五关, 赢得了五张风景区的门票。 下面,我们手拿门票去景区游览。 我们先来到贯阶楼。 当你登楼眺望贯阶楼外辽阔的景象, 不禁吟诵起什么诗句? 你是不是想起了唐代诗人王之焕的诗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 请你也背一背这首诗。 离开了贯阶楼, 我们又来到了卢山风景区。 远望卢山瀑布, 看到山顶上云雾缭绕, 看到瀑布从山上倾泻而下, 我们赞叹什么呢? 让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 远望卢山瀑布, 看到山顶上云雾缭绕, 看到瀑布从山上倾泻而下, 我们赞叹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钱穿,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离开了卢山风景区, 我们又走进了黄山风景区。 你有没有找到课文中介绍的这些怪石? 请你从课文中找出描写这些怪石动作的词语。 一位学习小伙伴找到了这些词语, 你找的和它一样吗? 请你读一读。 你能借助这些关键词语 背诵课文的二至五自然段吗? 请你练习背诵吧。 让我们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背诵。 就说仙桃石吧, 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 落在山顶的石盘上。 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 有一只猴子, 它两只胳膊抱着腿, 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 望着翻滚的云海, 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 请你继续背诵课文的四五自然段。 离开了黄山风景区, 我们跨越海峡来到了日月潭。 你是不是找到了描写日月潭形状美的词语, 找到了描写日月潭清晨和中午美丽景色的词语? 一位学习小伙伴找到了这些词语, 请你读一读。 你能不能借助图片和关键词语背诵课文的二之四自然段呢? 请你练习背诵吧。 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背诵。 中午, 太阳高照, 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要是夏季萌萌细雨, 日月潭好像披上青纱, 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 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请你给身边的小伙伴或家长 背诵课文的二之四自然段。 下一站, 我们将走进葡萄沟, 去看美丽的景色, 去感受维吾尔族老乡的热情。 葡萄沟到了, 这一旅行让我们了解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同学们, 告别了这些景点, 老师邀请大家去北京游玩。 这是一张北京巴达岭长城的门票, 让我们欣赏巴达岭长城的风景吧! 下面还有一段描写巴达岭长城的文字呢, 请你自己读一读这段话。 这段话中有一些难懂的词语, 请你再来读读这段话, 请用上联系上下文和联系生活理解词语的方法, 理解这些词语。 让我们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学习成果吧! 我联系上文理解了峻岭的意思, 长城修建在高大陡峭的山上, 我认为峻岭应该就是很高很高直上直下的山岭。 这位同学联系上文理解了词语的意思, 最后我们要查查字典, 看看正确的解释, 峻岭在字典中就是高大陡峭的山岭。 还有一位同学理解了坚固的意思, 我们听他的汇报吧! 我是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的, 我家门前修了一座大桥, 爸爸告诉说这是斜拉桥, 非常结实, 我想坚固就是结实的意思。 坚固在字典中就是牢固结实的意思, 这位同学联系生活正确理解了词语的意思。 还有一位学习小伙伴要分享。 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和好朋友手拉手, 肩并肩一起走, 我想并行就是并肩走的意思吧。 在字典中, 并行就是并排行走的意思, 相信你们已经掌握了联系上下文和联系生活理解词语的方法了。 请你用一两句话描述长城, 并用上积累的语句。 在这一单元中, 我们积累了许多描写景物的词语, 请你从中选择几个词语, 用一两句话介绍长城。 请你自己练习说一说。 让我们听听小伙伴说一说。 我写的句子是, 我登上了文明中外的万里长城, 幻视周围秀丽的景色。 这里树木茂盛, 风景如画, 真是百文不如一件啊。 这一单元, 我们还用像, 好像, 真像, 进行了写句词的练习。 一位同学就用真像说出了他眼中的长城。 我们听这位同学读一读。 雪后的万里长城, 真像披着银色盔甲的一条巨龙, 盘旋在群山峻岭之间。 这位同学就抓住了雪后长城的特点, 展开想象, 把雪后长城的美景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请你也用像, 好像, 真像, 介绍长城。 这一单元中, 我们还用这种方法进行了写句子的练习。 一位同学运用了这种方法, 介绍了长城游客的情况, 请你自己读一读。 在语句中, 还有本单元要求写的字呢。 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书写, 他就注意了关键笔画的站位和笔画间的穿插让挪。 他就把字写的规范、端正、整洁了。 请你也从本单元中要求写的字中选择几个字练习书写吧。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成功转观, 赢得了六张风景区的门票。 希望你有机会走进不同的景点, 走进家乡, 了解家乡。 下节课我们将走进一至四单元语文拓展活动课。 课后, 请你阅读小故事小孔雀。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画一画插图。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